大家,小花耳杜曹自家养了缓年 最近出现叶片慢慢的泛黄的情况 一般出现叶片泛黄的情况 补肥没有补对 陶剂它出现叶片慢慢泛黄 一般切铁切法各种元素 也会容易引起泛黄的 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防止它出现叶片泛黄的呢 首先就说一下我这个盘 我这个盘呢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长效母肥 给它栽种下期之前 给它补用的 这盘我就放了8粒左右的 长效母肥作用是特别的广泛的 而且里面所含的磷米元素也是特别的多的 比较适合这些水培或者是土培使用 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方便 使用一次可以管一年 而且无臭无味 我们可以在栽种之后也可以补充 最大的多点放多了不会造成肥害 它可以加强植物的抗病能力和抗耐寒能力 提高植物的生产品质 促进植住的生理机能 或者是在栽种一些花花草草的时候 混合在极六极中 一起做栽种就可以了 也是比较的简单比较的方便 同时呢养物的温度不要太高 最好是在28度以下养物是比较容易让它生长 不会出现泛黄的 结合了母肥的作用性 以散射光为主啊 不要太过强光暴晒 强光暴晒也会导致它出现维年导服 前期等等一些现象的 我们所栽种的一些晚年 如果出现微微泛黄 一定要继续补充养分 就是按照我刚才所给大家分享的 给它补充一些长效母肥就可以了 像这种花盘的话 放到8粒的量就可以了 就是晶晶地撒到这个盘土 平时呢 适当地换换水就可以了 不用给它添加任何的花肥进去的 一定要经常给它换水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让它不会出现黄液的一个作用 好了 这集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集再见